有豐富的桑拿金色 客頭和山仔駕這條高空攬車的駕駛 是讓電風都非常期待 可以帶來觀光人條 但是這個駕駛空間沒辦法實現 它有一個面就是土地取得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案子經過我們幾年的努力 現在土地取得有困難 就是要利用地出的困難 所以作為客頭山仔駕駛車駕駛 必須要展示天氣推動 也讓很多人都覺得相當可笑 當然我們會繼續從替代路線 或者其他建構新的元素來繼續努力 讓西頭307這個地區的觀光 吸引力以及競爭力能夠繼續的保持 希望說蘭鐸縣政府在往後的 各項的一個計畫等等 真的要多加的用心 因為我覺得說整個 它金錢的一個規劃等等 也是民眾的一個民脂民膏 或者是民眾的血汗錢納稅錢 所以在這裡也希望說 我們未來的一些計畫等等 真的要思考比較嚴密的話 再向民眾來做一個發布的話 我相信民眾的一個 失望跟期許才不會落差這麼大 近年來龍翔東這支向中央情書推動 但本來行政男車的立法委員林明智也表示 原本有三條界尾的路線 關乎林維客頭到山阿里山最有可能來推動 雖然這個界尾必須要停止 但是林明智立委也強調 將會繼續正處推動 山阿里山這條最有看頭的男車界尾 在從山林維到阿里山裡面有三大非常美麗的景點 因為這是沒有辦法 車子還有人力都沒有辦法進去的 透過纜車來帶這些遊客到裡面去參觀 去觀賞自由攬車才有能夠輸送觀光客進去 所以將來我們還要繼續來努力 從山林維到阿里山這條攬車的計畫 我們還是繼續來推動 要達成一個新的景點、新的建設 都是非常不簡單、有它的困難度 雖然客頭到山阿客、男車沒辦法推動是非常可笑 不過關乎觀光廠也強調 將會加強推動、駐走地区的觀光 讓關乃的觀光主員能夠驚加豐富 記得錯誤開,查詢報道